車子不能夠或缺的輪胎 我們來看看 太豐輪胎經營權之爭 可能真的要變天了嗎 現在市場派南港輪胎 強勢吃股 壯大他們的勢力 目標是10月中要召開 股東臨時會 先發致診 全面改選 美國商務部隊 多國輪胎業季出反傾銷稅率 中判結果 太豐輪胎輸美 恐遭科84.75%高稅率 決定關閉中立場 因銷售美國市場 佔比達8成以上 初期將對合併營收 產生重大影響 對策 一 本公司與董事會決議 通過後 執行中立場全面停產 關產線解雇員工 中立場同步建架 土地廠房公開飆售 原本基於中立場 重化價值的南港輪胎 精心布局恐怕被打亂 我們計算它的價值 目前直到212以上下 那還有其他的 旁邊一個 之前已經變更過 2012年變更過的一個住宅用地 那這個價值會遠遠超過 剛剛估的一個數字 土地做公開處分的話 那大家不要忘了 當他手上有錢的時候 他是不是可以引進白馬騎士 所以說我覺得其實 現在這個部分應該是 太豐對南港的一個 正式宣戰的開端而已 市場人士解讀 股東會全面延後 市場派四處集結勢力 力拼股權過半 在股東臨時會殲滅公司派 公司派也沒坐以待畢 公告賣場賣地 辦理憲政私募找幫手 雙方跟時間賽跑 你來我往 布局經營權大戰 稍微信心